不道六 神在歌里立约中所做的承诺 仍然对我们有效 《创世纪》第十七章 一字十四节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经历我的冤 做永远的冤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置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伟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后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受割礼 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的后裔 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政治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哈斯在你后裔之外 用银子从外面买来的 生下来的第八裔 都要受割礼 你家里生的 和你用银子买的 都必是受割礼 这样我的约 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 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必从名中减除 因为他背了我的约 在《苍世纪》第17章 神与亚伯拉罕确立 割礼之约 向我们所示了宗教割礼 通过割礼 以色列民将手 按在献祭深处的头上 从而将他们所有的罪念 转嫁到深处身上 换言之 神与亚伯拉罕之间 确立的约 是熟罪祭和凡祭的影子 神通过割礼 向亚伯拉罕承诺 他要做他的神 及他后裔的神 并预言 借着会莫 亚伯拉罕的后裔 通过按手 将罪念 斩驾到献祭身头上 我们还必是认识和相信 从此还表明 耶稣在新约圣经时代 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世人所有的罪念 神向亚伯拉罕使诺 你向天观看 所算重心 如果所算的过来 你的后裔将要柔此 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 神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 再次承诺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的 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创世纪十七章第六字七节 神通过戈离 向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承诺 戈离与以色列明 向神献祭祭品时 按手是相符合的 前面已经说过 在新约圣经时代 耶稣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 完成罪的赦免 我们必须认识和相信 神在旧约圣经中 向亚伯拉罕承诺的割礼 在新约圣经体现在 通过耶稣的洗礼 完成罪孽洗涤的宗教割礼 除此他还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明在会幕中 向神做献祭时 也是要亚伯拉罕的这种信仰 神小玉亚伯拉罕说 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的立约正之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还是在你后裔之外 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 生下来第八玉都要受割礼 创世纪十七章十一字十二节 换句话说 神通过割礼向亚伯拉罕 及其后裔做出承诺 他承诺要做亚伯拉罕的神 及其他后裔的神 但亚伯拉罕及其后裔 必施行割礼 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 都必施受割礼 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 做荣软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必从民中减愁 应他背了我的约 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 这就是为何全世界的百姓中 只有以色列民从亚伯拉罕时期 都要割愁包皮 现今由于有益健康 割礼已经全部的更广了 但只有以色列的男性行割礼 这种神向亚伯拉罕承诺的标记 神让他和以色列的百姓 他的后裔在肉身上 戴上了他与他们之间立约的记号 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说 你们都要恕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政治 所以割礼是约的标记 简明的说这是神做的承诺 你何以见的是我的子民呢 你可凭着割礼的伤痕 重现在起你们中所生的每个男子 都要割愁包皮 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了你的肉体上 做荣远的约 我承诺你们的神 及你们后裔的神 我承诺赐福于你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引领你们入迦南地 并永远生活在那里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创世纪十七章四至十四节 神说他和亚伯拉罕 这些后裔之间确立的约 建于他们的肉体上 换句话说 神的承诺烙印在了 受割礼的以色列男子的伤痕上 相应的说 他们割礼于府 取决于他们 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些经过割礼的人 被神看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得到神的赐福 而未受割礼则完全不是这样 亚伯拉罕事实上 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说 甚至比律法资父母喜 还要重要的人物 是信仰之父亚伯拉罕 虽然使得以色列民不记得诺亚 但很少人会忘记亚伯拉罕 只有少数人会记得 谢蒙 塞斯或麦修切拉 但对以色列百姓来说 亚伯拉罕仍然是不会被忘记的信仰之父 他们传认他 信他 贼贼他为国父 因此 神通过亚伯拉罕所做的承诺 今天仍然有效 以色列的百姓今天仍然信服自己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我们的百姓在肉体上有割礼的记号 这就是以色列民为何把自己看成是被神选定的人 因为他们仍然相信神通过割礼 与亚伯拉罕之间确立的约 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 结发妻子撒赖 后来神将他取名为萨拉 第二个妻子是黑格 是撒赖的女仆 因为撒赖不会怀孕 亚伯拉罕想通过黑格生孩子 创世纪十六章 一子四节 但神明确表示 撒赖是亚伯拉罕的结发妻子 只有通过他自己的孩子 神才可使亚伯拉罕的后裔 多容满天星星 因为神承诺 他只认撒赖身体所生的孩子 为他的子民 神不把第二个妻子黑格所生的孩子 以使梅尔看成是他的子民 如果以色列百姓不行割礼 神向他们所做的承诺就无效 神让他们行割礼 作为立约的记号 但立约存在于他们的肉体 因此以色列百姓确信行割礼 否则不行割礼就会使神的承诺无效 这可能就是以色列百姓 忍忍行割礼的原因 因为很清楚 不行割礼就如同异教徒 与神的承诺无关 宗教割礼 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立约 完全通过耶稣赦免罪孽来完成 继耶稣降临世间 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人类的罪孽 神小日以色列百姓建造会幕的大门 用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细访亚马沙编织会幕大门和尾子 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一节 二十七章十六节 通过会幕详细的样式 神小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拯救 那些相信这样的真理 继我主降临世间 在三十岁时接受约翰的洗礼 斩驾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从而赦免了我们的罪孽 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神成了那些相信 惠目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细访亚马沙的人的神 要相信耶稣的洗礼 我们必须进行宗教割礼 这个宗教割礼就是相信 我们的罪孽通过耶稣的洗礼 已经斩驾到了祂的身上 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 因此那些相信蓝色紫色 周红色线及细访亚马沙所揭示的 祟和圣灵的福音 而获得罪孽赦免的人 全部都是神王国的国王和他的子民 正如神承诺的那样 君王从你而出 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 他的子民真的在整个地球 繁衍开来 如果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 我们必是相信耶稣在世间 接受的洗礼 及他在十字架上的血 因此 无奈我们怎么强调认识和相信 耶稣的洗礼重要性 也是不足够的 耶稣基督是王中之王 他是穿着船袍的君王之王 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五节 耶稣是宇宙之君王和造物主 他是神神的唯一的儿子 他降临世间是为了遵循父亲的旨意 免除我们的罪孽 通过洗礼 涨嫁我们的罪孽 为了免除我们的罪孽 他从我们内心切除了罪孽 并通过他的洗礼 将罪孽涨嫁到他身上 因为我们的罪孽而受到审判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因此相信这个真理的人 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 亚伯拉罕 他的家族及他的后裔 全部都进行了身体上的割离 甚至用银子从非以色列民那里买来的仆人 也进行了割离 当他们相信立约并进行割离时 即使非以色列的仆人也得到了赐福 神成为他们的神 因此有了信仰 我们受到了神的赐福 因为信仰我们进入天国 因为信仰我们在地球上成为君王 在新约圣经时代 这个信仰就是相信耶稣通过他的洗离 斩价了世间所有的罪孽 然而 有些人称耶稣的洗离并不那么重要 因为他们仅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已经获得了罪孽的赦免 虽然他们相信在会幕时代 手按在献祭深处的头上 而他们却认为耶稣基督的洗离并不重要 因此他们坚持地认为亚伯拉罕的信仰 在耶稣出现地球上之前就已经批准了 远在母洗的会幕之前 只要相信在十字架上流血的话 无失在相信耶稣洗礼 他们仍然可以得救 但我们必须要记住 神要亚伯拉罕带给他一头三岁的母牛 一头三岁的母三羊 一头公羊 一只斑鸠 一只鸽子 所有这些就是要亚伯拉罕明白 神要将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衣 神在心里有意火烧反计 《创世纪》15章17节说 日露天黑 不料有冒烟的楼 并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神还同意了亚伯拉罕的反计和他的信仰 但没有同意该隐的信仰 因为该隐不相信反计 在今天的基督头中 有太多的人错误地相信 只要盲目地信仰了耶稣 甚至信仰中根本没有宗教割离也能得救 他们只相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不相信他们的罪孽已经通过洗礼 涨嫁到耶稣身上 这些人将绝不会成为神的子民 因为用这种方法 绝不能从他们的内心清除出罪孽 他立约的标记在树戈里的人身上 为树戈里的人和神的承诺没有关系 不相信耶稣从使头约翰接受了洗礼的人 能获得罪孽的赦免吗 这样的人能成为神的子民吗 他们能成为天国的君王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绝无可能 我们今天阅读的主要段落 给这些答案提供了明确的政治 今天神向亚伯拉罕做的承诺和他向这些 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 相信他的洗礼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你我所做的承诺 是一样的 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祝福话语 对那些相信他的人仍然是有效的 耶稣的真正信仰者 不会追随自藏力的教条 圣经中神的语言是拯救的 肯定而又明确的真理 我们读的越多 思考的越多 他就变得越肯定和明确 在今天的基督徒中 有始多人的信仰是错误的 他们以自己的思想相信和追随神 然而全远不知他们的信仰是确定错误的 这些人信仰基础就是错误 盲目相信耶稣已拯救了他们 或是会满足他们的自我感觉 但他们必须认识到神不会同意他们盲目的信仰 主说任何人要追随他必须首先要否定自己背负他的十字架 无论谁要相信神的话 必须要放下他的思想 相信神实际上神所说的话 今天你我必须相信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罪孽的赦免 相信他降临到世间 借他的洗礼斩价了普天下所有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死后重生 今天始多人不这样认为 而是盲目地坚守着耶稣的名字 说什么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方法 这些人的信仰方法和耶稣赐予得水和圣灵的福音没有任何关系 例如有些人声称当他们在深山做祷告时耶稣显现了 有些人称当他们赤教堂摘戒整夜祷告时 他们的罪孽全部消失了 这是因为他们深受罪孽的折磨 通过忏悔的祈祷是不能摆脱掉的 这种信仰和通过我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所得到的真正拯救毫无关系 我们在哪里看到过神的言语 说这样的信仰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 没有 这些人模糊地意识到神是绝对的 耶稣是万能的 但他们介入了耶稣的名 在他们不可靠的信仰里 加入了对神肤浅不可靠的认识 因此他们叫神的名字只是徒劳 只能忘却他们的罪孽 得到神更多的愤慨 这些人构筑了他们施垢的 耶稣和拯救的说法 相信他们通过想象得到施垢的事 创世纪17章14节说 但不数割离的男子必从名中减除 因他背了我的约 神明确地使诺我们 他将通过宗教割离拯救我们的罪孽 神朴实地向我们承诺 只有那些重生于水和圣灵的人 才能成为他的子民 因此那些只相信耶稣的血 而不相信他洗礼的人 是绝不会成为神的子民的 这些人已经背叛了神 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使诺的福音 因此他们应从神的子民中减除 并受到神的谴责 拯救我们与罪孽的信仰基础 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 只有在水和圣灵的福音 成为我们的信仰基础时 我们才能坚定地 一心一意地相信神的话语 内心仍未行宗教割离的宗教义教徒 能在心里接触神吗 他们绝做不到缺点 因为水和圣灵福音 云使我们行宗教割离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没有这个明确的基础 神的言语对我们只是一种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 重生仆人的宗教说教 只有相信水和圣灵的人 才是可以理喻的 可以利用的原因 换句话说 只有重生的人 才能听见和理解神的话语 当我们遇见不识水和圣灵福音 却声称只通过十字架上的血重生的人 虽然他们说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个神 但我们感觉到我们所说的神完全不同 谁是真正的神呢 真正的神就是像亚伯拉罕做承诺的神 神的亚伯拉罕及其后裔说 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做永远的约 创世纪17章13节 什么死告诉我们已经获得罪孽赦免的记号 他可以在我们的内心发现 用心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洗礼 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儿女 因为相信真正的洗礼 我们的心灵接受了宗教割礼 我们用心相信主接受了洗礼 因为斩驾我们的罪孽 我们行了宗教割礼 所以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凭我们信仰这个真理 即我们已经将罪孽斩驾到耶稣身上 耶稣将我们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 死后重生 因而拯救我们与罪孽 换言之 凭我们的信仰 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凭我们的信仰 我们无罪 那么我们还有残余的罪吗 当然没有 我们没有任何的罪 这一切全部因为神奇的福音真理而实现 你我如何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已经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我们相信 会目蓝色紫色和桌红色线 所体现出来的耶稣行事而进行宗教割礼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洗礼 即在十字架上的血 我们完成了宗教割礼 并成了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已经通过洗礼 斩架了我们的罪孽 并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罪孽 结束审判 这就是你我在宗教上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原因 重生于谁和圣灵的人现在必须认识到他们真正是谁 你我我们 这些相信谁和圣灵福音的人全部都是神的儿女 是他的子民 我们以借信仰进行了宗教割礼 我们是未来千禧年亡国的国君 统治所有神的创造物 享受神的显赫 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的状态 这个世界的人知道我们真正是谁吗 他们不知道 但我们相信了神的话语 改变了精神状态 现在我们明确的 毫不含糊地认识了自己 我们和那些在宗教摄持内招摇的人 是有本质识别的 他们只是传播自己完全无知的施假教条 而对重生的人 对神的真正子民则冷眼相看 由于以色列的百姓认为自己是被神选中的人 看成是以什玛利的后裔 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宗教后裔 有权利相信自己是被神选中的人 我们这些相信谁和圣灵福音的人 有幸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借着对惠幕首次的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福音的信仰 便可以迈入天堂的大门 正向神对亚伯拉罕承诺 他将使他的后代多如满天星星一样 我们亲眼可见立约的实现 这就是神赐于我们的祝福 通过我们内心的割离 神把我们从世间的纪念中拯救了出来 这信仰的割离是由惠幕大门上所用的蓝色紫色和周红色线 及细访亚马沙构成的